肖战和杨子的粉丝们早早地守候在屏幕前,期待着这场备受瞩目的直播,毕竟,肖战与杨子这对被誉为最强CP的组合已让无数人心持神网,自从他们合作主演了一部热播剧后,两人的默契与亲密就让人不禁怀疑他们之间是否有着不为人知的关系。 直播开始后,肖战和杨子的状态都显得格外轻松,肖战一如既往的温润如玉,而杨子则活泼可爱,二人的互动中透露着浓浓的默契,在直播进行到中断时,粉丝们原本以为这会是一个轻松愉快的互动环节。 谁也没想到,肖战突然开口,其实,我有一件心事一直想告诉你。 这突如其来的话语,瞬间引发了弹幕的疯狂刷屏,大家都在猜测肖战会说什么,杨子愣了一下,但随即微笑回应,什么事情啊?快告诉我。 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期待,也有几分好奇,肖战深吸一口气,然后说出了那个让无数粉丝未知疯狂的私密心事,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从我们首次见面开始,我就发现你的笑容特别有感染力,每次见到你,我都会觉得很开心。 话音未落,全网瞬间沸腾,粉丝们纷纷在弹幕中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仿佛这是一场久违的告白,有人说, 天啊,这简直是在公开示爱啊。 也有人表示,他们俩真的好友爱,太甜了。 杨子明显被肖战的坦率所感动,他微微低头,脸上泛起一抹红韵,但作为一名资深演员,他很快调整好状态,笑着回应,谢谢你,也谢谢一直以来你的陪伴和支持。 在这之后,二人的对话变得更加深入和情感化,杨子谈到了一直以来在娱乐圈打拼的不易。 他表示,自己有时会感到孤单和无助,但每当看到肖战那坚定的眼神和温暖的话语,他就会重新燃起斗志,而肖战则表达了自己对杨子的敬佩与感激。 他坦言,在繁忙的演艺工作中,他曾几度感到力不从心,但杨子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给予他鼓励和支持,让他坚持走下去。 这段真挚的交流,让粉丝们不禁对二人的关系展开了更深的猜测。 有人认为,这不仅仅是朋友之间的互相支持,更是一种超越友谊的情感。 接下来的直播中,两人话题从彼此之间的感受,逐渐转向了他们合作中的点点滴滴。 肖战提到在拍摄那部热播剧时,有一个特别感人的场景,是他们一起在雨中演戏。 虽然天气寒冷,但杨子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态度深深打动了他,杨子则回忆起一次夜间拍摄。 肖战为了帮他暖手,不顾自己的疲惫,一次次带着他走位,他感慨道,那天晚上真的很冷。 但因为有你在身边,我觉得心里特别温暖。 这样的细节描述,让粉丝们更加沉浸在他们的故事中,不禁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两人的合作与互动。 直播结束后,肖战直播向杨子公开心事的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榜,成为了当晚全网最关注的话题。 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人坚定地表示,他们俩真的好配,一定要在一起。 也有人冷静地说,无论他们是否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无论如何,他们的这场直播无疑给粉丝们带来了惊喜和温暖,同时也让大家看到了明星背后那真实而感性的另一面。 随着直播热度的不断升温,粉丝们对肖战和杨子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有人迫切希望他们能将这种默契延续到现实生活中,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荧幕前的演绎。 无论未来如何,肖战和杨子在这次直播中的真情流露都已经成为了一个美好的回忆。 而他们那份特殊的情感,也将继续为粉丝们带来更多的感动与支持。 这次直播不仅揭示了明星们在工作之外的真实情感,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们的真诚与坦率,让我们对未来的他们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相信未来,肖战和杨子还会带来更多出色的作品和感动的瞬间,无论是一同合作还是各自发展。 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将继续受到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娱乐圈的故事总是充满了曲折和惊喜。 而肖战与杨子的这段特别互动,无疑是其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通过这次直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与默契,也看到了他们对彼此的真诚和支持,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 无论他们的关系最终会如何发展,我们都相信,肖战和杨子会继续在各自的事业中闪耀光芒,为观众们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娱乐圈的八卦总是能够迅速点燃公众的热情。 而近日,一场看似普通的直播活动,却因为肖战不经意间的一句话,瞬间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位当红小生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似乎都能触动无数粉丝的心弦。 更何况,这次他似乎在直播中向杨子公开了自己的超私密心事。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之间的关系,难道真的如网友们所猜测的那样吗? 事情发生在某晚的一场直播活动中,肖战,这位近年来凭借多部热门剧集迅速走红的男演员,一直以来都以阳光,帅气的形象深入人心。 而杨子,同样作为90后小花蛋中的佼佼者,以其精湛的演技和帅真的性格赢得了广泛好评。 两人因多次合作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关于他们之间的传闻却从未停歇。 直播开始时,肖战一如既往地与粉丝们互动,分享着近期的工作和生活点滴。 然而,就在气氛逐渐热烈之际,他却突然话锋一转,提到了杨子。 其实,我最近真的有些心里话想对杨子说。 肖战的声音略带犹豫,但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坚定。 这句话一出,直播间的气氛瞬间凝固,粉丝们纷纷屏息以待,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我们认识也有段时间了,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 每次拍戏,她都能给我带来很多灵感和动力。 肖战继续说道,语气中充满了对杨子的赞赏和感激, 但就在这时,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突然话锋一转, 哎呀,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这些其实都应该是我们私下里聊的。 然而,这番话已经足以让直播间的粉丝们炸开了锅, 他们纷纷猜测,肖战这突如其来的真情流露, 是否意味着他与杨子之间的关系远不止于朋友那么简单。 随着肖战直播片段的迅速传播, 网络上关于他与杨子的传闻也愈演愈烈, 有网友扒出了两人过往的互动细节, 从片场的亲密无间到私下里的频繁聚会, 似乎都在印证着他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早就觉得他们不对劲了。 每次合作都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这哪是单纯的友谊啊? 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留言道, 而另一些网友则更加理性地分析, 其实他们只是好朋友而已, 娱乐圈里这样的关系多了去了, 大家还是不要过度解读吧。 尽管外界猜测纷纷, 但肖战和杨子本人却始终保持沉默, 他们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这段关系, 只是默默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然而, 这种沉默却更加激发了粉丝们的好奇心, 他们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求答案, 甚至有人开始扒出两人曾经的微博互动和采访视频, 试图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在网友们的不断挖掘下, 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 肖战和杨子之间敌, 却有着深厚的友谊, 但这份友谊却并非如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暧昧,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两人因多次合作而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拍戏的过程中, 他们相互扶持, 共同进步, 逐渐成为了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而这种深厚的友谊也延伸到了戏外, 他们经常一起参加聚会, 分享生活点滴, 成为了娱乐圈中难得的真朋友, 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简单, 就是纯粹的朋友而已。 一位与两人相熟的业内人士, 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娱乐圈里能够找到这样的真朋友, 真的不容易,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他们的作品, 而不是过度解读他们的关系, 而肖战和杨子本人, 也在随后的采访中多次表示, 他们非常珍惜这份友谊, 也感谢大家对他们的关注和支持, 他们希望未来能够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同时也希望粉丝们能够多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肖战和杨子之间的故事, 无疑给娱乐圈的友情与爱情话题带来了新的思考, 在这个充满诱惑和竞争的圈子里, 能够找到一份真挚的友谊实属不易, 而这份友谊的珍贵之处, 不仅在于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更在于它能够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中保持一份清醒和坚定, 同时, 肖战和杨子的故事也提醒我们, 在追星的过程中要保持理性和克制, 不要过度解读明星们的言行举止, 更不要轻易地将自己的想象强加给他们,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和隐私, 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欣赏他们的作品和才华, 当然, 作为娱乐圈的一份子, 肖战和杨子也深知自己的言行举止对于粉丝和公众的影响, 他们表示将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道德品质, 为粉丝们树立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 尽管肖战在直播中意外泄露了自己的超私密心事, 引发了全网沸腾, 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 肖战和杨子之间的友谊是真实而珍贵的,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娱乐圈中难得的真朋友, 未来, 我们期待肖战和杨子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表演, 同时, 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这份珍贵的友谊, 共同走过更加美好的人生旅程, 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或许可以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一些力量和启示, 学会珍惜身边的朋友和亲人, 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在这场看似普通的直播风波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肖战和杨子之间的深厚友谊, 更看到了娱乐圈中难得的真情流露, 希望这份真情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为更多的人带来温暖和感动。 空地带来越不着像关系从走到生活中妈忍或满足腳的身边的字幕 dah Hello, 天的海市美Ind Gudud